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ongTalk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医疗险 上期节目和大家聊了聊重极险 每个家庭的顶梁柱 都非常非常有必要配置一个重极险 假如遇到了不确定的事件 生了大病 失去了劳动能力 或者经济收入 那么重极险就能基本解决资金方面的问题 避免家庭掉入因病至穷的陷阱 但是重极险的价格并不便宜 如果选择50万宝额分30年缴费 每月平均下来大概也要缴费3000-5000元不等 一年下来最少也要36000元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 一年拿出36000元来买保险 确实是很大的压力 而且这个仅仅是消费型的重极险的价格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保障期内很幸运 没有患过任何重大疾病 那么保额是不返还的 如果你选择返还型的重极险 那么费用会比消费型的重极险 普遍高出30%-50%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因病至穷 就购买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保险 这样就是本末导致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较便宜的重极险呢 答案是有的 那就是医疗险 医疗险是在就医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才会给报销的保险 那么医疗险和重极险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第一个是赔付性质的不同 对于医疗险来说 医疗外的费用 医疗险都是不管的 就是说你在医院看病 买药花多少报交多少 至于康复护理的费用是不报交的 而重极险是只要确诊保险范围内的疾病 保险公司就会一次性赔付所有的保额 你拿这些钱干嘛是没有限制的 第二点是保障期限不同 医疗险的保障期限一般都是一年 重极险的保障期限一般是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终生 第三点是保障内容不同 医疗险无论是因为意外还是生病 产生的医疗费用都是可以报销的 而重极险只有患上保险范围内的疾病才会赔付 第四点是健康告知 医疗险很少有或者基本上没有健康告知 而保额比较高的重极险需要有健康告知 甚至需要你体检才可以购买 目前市场上的医疗险以短期保险为主 2016年以来随着互联网保险的兴起 百万医疗险凭借其低费率高保额保障权的特点 低保费即可获得高保障 直击高额医疗痛点 成为市场最主流的医疗保险产品 2019年医疗保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2442亿元 同比增长32% 高于行业总保费增速约20% 占健康保险总保费的34.6% 其中80%为短期险 医疗险相对于重极险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鸡贼的保险公司还是会想办法做出一些手脚 下面就和大家聊一聊购买医疗险需要避开的三个坑 第1个坑 基本保障脱工减料 一般医疗险的医疗费用可以分为4个部分 住院医疗费用 特殊门诊医疗费用 门诊手术医疗费用 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 但是有的保险公司非常激贼 比如只提供住院医疗费用 其他三项都没有 所以在选择医疗险的时候一定要多对比 在价格相差不多的前提下 优先选择保障齐全的保险 另外很多保险喜欢加一些话里胡哨的东西 比如就医绿色通道 垫付医药费等等 这些都是浮云 最重要的是看保险的实际保障内容 第2个坑是续保条件 医疗险相比重疾险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 最大的劣势就是不能确定是否续保 重疾险你一旦购买成功 费用 保障期限 保障内容都已经锁定了 买了就能安心 但是因为医疗险的保障期限都是一年 所以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 比如我明年还能不能续保 这款保险还卖不卖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保证终身续保的医疗险 有的保险虽然在宣传页面上讲 可以续保到99周岁到100周岁 但是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就会发现 续保的前提是这款保险还在卖 如果保险公司发现这款保险不赚钱 把它停售了 那么就不能续保了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保险会不会停售呢 首先要看这个保险的销量是不是足够多 一般在支付宝微信里面购买的保险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销量 其次是看保险公司是不是大品牌 虽然保险公司不会倒闭 但是小保险公司产品停售的可能性会更大 最后要看保险的价格是不是合理 一款保障非常全面的保险 价格对比起来又过分便宜 这种好事可不会经常有的 要打一个问号 这个价格可以持续吗 有的保险会有一个保证续保期 比如6年也就是合同生效日期 每6年为一个保证续保期 即使保险停售了 你最多也可以续保6年 还有就是续保需不需要重新审核 大部分保险自动续保是不需要重新审核的 但是有的比较积极的保险公司会规定 续保时要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 保险合同的整体经营状况等风险 调整续保时的费率 第三个坑是免赔额度 很多保险都号称保额有300万500万 其实就是癌症也很少能够用到这么高的费用 一般200万以内都是足够的 额度太高根本就是噱头 我们更需要重点看的是保险的免赔额 比如这款保险表面看来 每年可以报销50万 但实际上条款中又规定了 每天的床位费和膳食费不能超过1000元 每年治疗癌症或者做渗透期最多报销10万元 超过的部分不能报销 这不是坑吗 看病这么紧急的事情 我还能等到明年再给医院交钱吗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免赔额是自己掏钱的部分 超过免赔额保险公司才会报销 比如总共花费1万元 社保报销70% 你花了3000元 那保险是不赔的 必须你自己实际支付超过1万元才可以 免赔额1万元就意味着 总的医疗费用要到4万才能用上这款保险 免赔额2万就意味着 总的医疗费用要到7万才能用得上这款保险 所以免赔额越低越好 目前比较主流的 百万医疗险的免赔额就是1万 重疾癌症0免赔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关于医疗险的相关内容 如果你想避免因病至穷 又不想每年花几千块购买重疾险 那么每年几百块的医疗险 非常推荐购买 具体购买哪个保险 大家可以在搜索引擎 或者知乎上面可以找到很多的评测 这里我就不重复介绍了 只要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特别注意我上面提到的三个注意点 避开这些坑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个人理财的相关知识 帮助每个人都顾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可以在视频下方帮我点赞 这样我的视频就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 也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更新的通知了 下一期我会和大家聊一聊人寿保险的内容 这个保险我也会推荐有能力的人尽量去购买 因为这个保险其实不是为自己买的 而是为家人 特别适合有房贷车贷小孩的家庭 那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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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